一个人为什么会没钱 为什么会有钱 这个太重要 我们行菩萨道 不执着钱 但是希望有钱 有钱我可以印更多书 放更多众生 帮助更多穷人 最好我们大家开一个 慈悲老人院 哇都免费了 大家来供养 然后老人一进来就很快乐到往生 越多越好 而且让人家觉得不是老人院 是老人净土啊 哎呦要有福报才可以 要做到这个样子 但是要有福报 所以佛法很喜欢谈这个布施 所以一个人会没钱 有几个原因 当然就不懂了布施了 等等 但是最主要我们针对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 为什么会没钱 第一个就是不孝顺 不孝顺会产生漏财 贫穷 第二个 杀业杀生的人 容易败财 老实说 因为我我们做护生很久 我发觉很多 后来他们养鸡养猪 后来很痛苦 生病 缺钱 缺钱 贷款 但是当时候他们在养的时候 利润很高啊 但是后来就会产生一些 没办法控制的事情 然后就开始穷了 甚至生病 还有呢 第三个原因呢 只想拿父母的钱 而不想给父母钱的人 也会永远没钱 所以各位你最好啊 要学学外国人呢 18岁以后不拿父母的钱 是吧 那我们父母的 也不要太宠小孩子 他要钱 用在什么地方比较重要 是不是能够 你已经学佛了 他用钱是用在帮助别人 帮助社会国家 那对 用钱只是让自己 扩大自己的财务势力 那你得养成他自私 自私也会穷 所以一个人没有钱的原因 针对这个时代 讲的比较容易犯的 就是不孝顺父母 杀生 然后呢 只想用父母的钱 不供养父母钱 结果要 包括出家人 我每次跟出家人说 出家人 我们现在有受金钱的供养 在大书 那我如果你父母在 无论如何 你要供养父母 他高兴就很重要 他如果缺钱 那你一定要让父母不缺钱 甚至带到寺庙来供养都可以 所以这一点 一定要抓住 重点 那一个人 以这个时代 为什么会有钱呢 多就挣大一点 第一个 倒过来就是 修慈悲的人会发财 慈悲以孝顺做基本 所以各位 慈悲就是福 所以每次他们叫我写字 叫慈悲有财 或者慈悲发财 第二个 那就是各位 不杀生 多放生 甚至 现在人又流行 很重要 吃素 不容易生病 所以 还有一个 第三个 乐善好施 不断的 前呼后涌的 事后的爸爸妈妈 各位 记住 我们现在是想办法要离开爸妈远一点 我要忙了照顾我自己的事业家庭 错了 我们要 要像 像狗一样 猫一样 马一样 随时侍奉的爸爸妈妈 平常乐善好施 而且呢 不断的 想办法 事后的父母快乐 但是 这个时代 为什么很多人 去读了很多书 赚不了钱 都忙着自己的成就 不忙 爸爸妈妈的事情 甚至生了小孩子 忙着自己的儿女 或是自己的 事业或学业的成就 而 慢慢的跟父母 疏远了 只有嘴巴讲孝顺 但是 不在父母左右 我以前老实说 我经常去跟老人家聊天 老人家就是希望他儿女在他身边给他看 他就想 我有一次最感动的 我老实说 我在苗栗洪法院超度 那时候是清明节 我带了很多信徒 在绕那个纳谷塔 纳谷塔 然后我旁边有个小和尚 阴阳眼儿都听得见 他跟我讲 他说师父 那个往生的老人跟我说 我儿子怎么没有来 我儿子怎么没有来 意思说我们去没有用 年死了 他做鬼 他意思是说他做鬼 他就想说 儿子怎么没有来拜 清明节大家拜 为什么我儿子没有来拜 老实说去拜的不多了 都是我们这些佛教徒 去祝念的多了 儿女呢 就少一点点了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就算爸爸妈妈不在 各位吃饭都要观想 父母阿公阿嬷来吃饭 那你这样 你就会发财的音 千万不要自私 为了自己成就 而去努力 也好 比赛 来 来